自从有了微信部署排行榜 不少人乐此不疲地抱走刷部署 享受高居榜首一览众山小的喜悦 广州一家公司竟然还把刷部署和收益挂钩 要求员工每月走18万步 少一步扣一分钱 18万步按照每个月30天计算 平均每天6000步 看起来不算多 但是白天坐办公室 上下班乘车的上班族来说 还挺有负担的 开始大家都积极响应 一段时间之后 同事们都逐步放弃了 求助刷部神器弄虚作假 暗暗地吐槽公司 这样属于变相地扣钱 怨声载道 我想这公司的出发点应该是好心 督促员工健康生活 但是如果采用的杠杆不是罚 而是奖 这结果会不会就大不一样了 所以我以为你们来打算 你检查